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油炸菜脚好吃油营养的做法 炸出来的菜脚不破皮不露馅,各个金黄酥脆薄皮大馅 里面的馅料吃起来鲜香味美,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心如小白一看就会哦,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碗中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放入两颗食肉盐增加面的筋性 先用筷子把它焯拌均匀 这时候准备300克120度的烧开的开水 边倒边搅,把它搅成面絮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做菜脚的时候一定要用开水烫面哦 千万不要用冷水和面哦 用烫面炸回来的菜脚就是凉了也不硬 而且吃了也非常的好消化 全部烫成这样的面絮之后 往里面倒入10毫升食用油 等不烫熟的时候,我们下手把它和成面团 放入食用油,我们这样炸出来的菜脚 外皮非常的酥脆 而且在和面的时候一点都不粘手 最后把它和成这样的软面团 盖上盖子放一旁,饧面2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来挑馅,冷的鸡蛋倒进来 豆腐也放进来,放入盐适量 麻辣鲜适量,鸡精适量,适量的小末香油 别的材料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充分地把它炒拌均匀 哇,一道香喷喷的韭菜馅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案板上抹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时候面醒好了 把它放到案板上,揉几下,搓成长条 搓好之后,改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然后取一个面剂子,上面撒一层干面粉 放到案板上,把它整理一下,整理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一个剩坯就做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全部整理好之后,我们取一个剩坯 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用手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大圆片 擀好之后,再放入我们调好的韭菜馅 先从中间给它对着捏一下 然后再从一头往里面捏起 像包饺子一样 全部捏好之后 用手轻轻地往里面一挤 像这样一个菜脚就做好了 先放一旁边用 所有的菜脚全部都包好,放到盖链上面 接下来锅中放入半锅食用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筷子底部勤力级的小泡 这个油温是六成热 把我们包好的菜脚沿上锅边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先不要动它 我们来不停地晃动一下锅 以免粘锅底 这时候我们一直开小火慢慢地炸 菜脚炸至定型的时候,我们用筷子把它翻个面 这样使每一个菜脚受热均匀 在炸的过程中,像这样轻轻地不停地翻动一下 这个油炸菜脚的配方可是我开了十年早餐店的配方 今天我把它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哦 学会了我们自己在家做 经济又实惠,干净又卫生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炸 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方法简单,一看就会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我们炸的菜脚各个远古古的 一点都不破皮 一直把它炸至四面八方金黄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我们的菜脚都炸至四面八方金黄 现在关火 用余温再炸两分钟 又炸了两分钟,现在把它捞出控油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非常的酥脆 倒入盘中 大家听一下声音,非常的酥脆 好了,一道香喷喷的油炸菜脚制作完成 看着就很有食欲 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外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馅料鲜香味美 吃了一点也不油腻 因为这个菜脚是烫面做的 吃了也非常的好消化 出锅连吃四个都不过瘾 各个金黄酥脆 一点都不破皮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油炸菜脚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下 你的每一个留言,转发,点赞,收藏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